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做粉的人每天从三点钟就开始要起来 烧水煮好那个剂子 差不多四点半钟就开始炸粉 每天的工作量要炸到十点钟就收汤 然后又做第二天的准备工作 差不多我干支行已经有十六年了 我们完成的水粉就是短发带嫩性的有嚼劲 像我们做粉的人每天起早贪黑的 就是为了做出一碗让顾客吃得开心的一种米粉 我们做粉的人就看着都高兴 我做粉丹从二十四开始做 已经今年五十九岁快四十年 我们都是用潜水做的米粉 做的米粉吃起来更乏一点 我们家里这个煸粉很受消费者的喜爱 江西麻菇集团它是以麻菇大米和麻菇米粉为主导产品 我们能够在餐饮领域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关键就是我们麻菇米粉的特点 煮后汤清卤水不容易糊 那个不容易断 外观也非常好看 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有八个年头了 整体打造出来就是以湖门有机鱼 跟我们飞鱼长寿水粉做的一个标杆形象店 我们的产品有长寿鱼丸粉 酸汤鱼皮粉 湖门的鱼头粉 早上凌晨三点钟 冲过捕捞过来 到我们运势到门店 希望我们这里的厨师制作工艺呈现出来 那么我是希望把这个粉发扬到全国 能够产生更多的地方品牌走出去 中国米粉出江西 江西米粉为南城 现在我们南城各种大到小小的米粉店 有上百种 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特色产品 在南城我们每年都会举行米粉节 我们将把南城水粉文化推出江西 走向全国